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非沙尔的红蝶 邮差调酒勘探佣兵 阵容是不错啊 这个阵容抓调酒师调酒师溜起来 这个阵容就是个四人看门战 但我可以不抓调酒师 我可以抓勘探员 我可以抓邮差 那么如果抓这两个人呢 这局还是看调酒师 还是看调酒师能不能给口酒 路人局的话给不了 我觉得路人局比较难 邮差这边的话 回头望月放只狗 咬中好的 但红蝶这边 这个蝶还在 你翻进去 其实我觉得这边上车来不及 因为这个蝶两次飞 对于邮差来讲 他在距离就完全拉不开了 这个蝶前一个封好以后 当时邮差会不会选择换一个地方 一个砸板子漂亮 翻板往前走 进前面的板子 红蝶这蝶 蝶 这波蝶呗 哎呦再砸一头 啊 这个头砸的有点好哦 你又不能再砸一个看看 闪现起第一刀 然后又叠压住位置 卡住交互点 下一个叠应该是带走 这个刀如果打不到呢 下一个叠应该带走了 这刀 好的可以 因为这个板子这边卡住以后 油差是拉不了点的 转不了点 转不了点 我就下一个叠封住这个交互点就带走了 佣兵这边60多的机子 还行嘛还行嘛 这把油差其实前面两块板子砸的 我觉得已经挺不错了 外面总量加起来已经修掉两台半了 2.6几了 因为佣兵64嘛 这波佣兵如果卡的血线比较紧 勘探员这边其实不要来打架 真不要来打架 这个局打架 你得打出惯挂 一个勘探员没有这个能力 补机子可以 他补佣兵 但我觉得外面起来新机子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 吃一刀 戏手 再来 数字三连 就你说看大家打得好不好呢 挺好的 但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没什么用 不如去修机子 对吧 因为这薄命20秒 搞得好像这油差真的能拖到薄命 结束再六多少时间一样 这波距离拉开 其实也就多拖了可能十几二十秒 十多秒吧 这不到二十秒 这边减速减上了 可以 树在下孤陋寡闻 我应该结合上下门 这把呢 有一个点就是 我没有结合上下门 什么呢 就是油差 他第一波牵制就牵制的很好 所以说这边 看来过来 把油差拉出一个距离 是相信油差的表现 那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算一下机子 佣兵这边起最后一台 调九师这边的话机子修完 看他原来就最后一波 调九师修完机子以后 去跟佣兵一起合修 你别说 真有四人天目在的机会 打一刀 看待员往下面走 两块磁铁 这里没有闪现 磁铁先交 飞天落地 想打一个落地刀 没能成功 磁铁吸 救下来 可以 一刀打 但看待员这边还有一块磁铁 这块磁铁 不太够吧 这要撑到 快一走 撑到这边 一马去点了呀 撑不到 撑不到 调九师给佣兵不扣酒 两个人抢机子 那边的话抓勘探 因为就老勘探 我还能再挂地下室 谢谢刀 好的 那佣兵得去救人了 调九师去救 保一个满血佣兵 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 这佣兵三护壁 他能冲地下室 你调九师 进得去 不一定冲得来呀 我觉得还是佣兵去好 这佣兵也显示个满血 真的佣兵去好 这调九师去不太好 我们连这边的话 哪一刀 再来一个飞天落地刀 飞天 没能出来 没能出来 先卡口子 用楼梯刀压着你们 用楼梯刀 楼梯刀 楼梯刀 给了一口酒 飞天 落地 打一刀 看待员这边 地码机点料 红蝶这里的话 飞的CD是好的 第一时间应该抓调九 会更好一点 因为看待员手里有磁铁 一刀 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会觉得 佣兵来救会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你不能考虑保一个满血佣兵 因为这是地压室 地压室风险是很大的 直接传送 门还没开 我就不要管这个佣兵嘛 我抓这边的看待员嘛 我看一眼佣兵 两个人在这边看待员 打 那佣兵被迫来救人了 一个护皮跳 红蝶这边的话蝶 放过来 落地 掀锤 门主要还没有开 门开的话呢 看待员这边能交自己 还有一块磁铁 应该还好 所以说 这里 压着这个点 飞过去 逼佣兵这边救人 那这样看待员交自己 能不能把这个门给开了 看待员交自己 把门开了 佣兵这边的话 要先打一道佣兵 打的是调九 打的是调九 看待员这边 还没摸到门 先把小九挂飞 然后放蝶过去 直接追看待 看待员 佣兵要去帮帮扛刀 佣兵要帮这边扛刀 要吃蝶 红蝶这边飞天 飞过来 帮忙扛 门能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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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能开了 但是看待员 能爬出去吗 摸个头 摸个头 哎呀 摸个头会不会好一点 摸头这边的话 你必须打一刀 打一刀你就要插刀啊 我觉得摸头啊 刚才没摸上应该是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三抓 对全神来讲稍微有点可惜 大牌解这个秘笛还是比较狠的啊 体感率啊 那么我再做一个 从来看看 是什么